好,我们来看一下97多选7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呢,对,就是高分群答对率也不高 但是其实有一些在抽场里面很多人会掉入一些陷阱 好,那我们先来一个一个慢慢看 每班至少一人会被抽中 所以现在呢是800人抽80 那这80个当然就是乱抽 所以那个,就是你当然会觉得说800人抽80个人 有20个班级,好像平均来说每班应该会被抽到4个 可是这是,可是真的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都没有抽到某一班 只是这几率比较低 但是你这个写,一定一个人当然就不能选 只是平均来说每班会抽4个 但是有可能运气很差 那班都没有被抽到 所以这个是,就是不可以选 好,那像第二个呢 对,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抽一个人 他其实有什么呢 因为男女的比是5比3 所以抽一个人 例如说现在抽一个人 那他是男生的几率 对,他男生的几率其实是那个8分之3 8分之5 好,是8分之5 对,就是5比3 对,抽一个人 他是男生的几率是8分之5 8是那个 对,如果是5个跟3个 5加3 对,那可是呢 就是我先抽一个比较容易是男生 但是真的有时候也有可能怎样 有可能运气很倍 就是说反而女生抽比较多 因为这是一个概率 但是这种鞋一定的 就是要注意一下 对,他比较容易比较多 但是不一定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选 好,那根据刚刚那说法 很多人就会想说 小文是男生 他是不是比较容易被抽中呢 并不是,只是男生比较多 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800个 随机抽80个 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 他抽中的几率都是10分之1 对每个人来说抽中的几率 但是如果你看整体来说 我现在抽一个 他比较容易是男生 是因为抽一个他比较容易是男生 但是对每个人来说 不管是男生、女生 抽中的几率都是80% 这是10分之1 好,那现在是抽一个 那4跟5现在是要连续抽两个 所以第一个被抽中的几率 当然是80% 例如说我们现在假被抽中 在假被抽中的情况之下 你又要继续抽移 那抽差的时候就注意一下 抽差跟丢骰子不一样 是你的分母会变 你现在已经抽走一个了 接下来再抽剩下799个里面 只有79个会中 所以假以同班的几率是这个 这个是假以或者是假饼 其实没差 或者是AB也都没差 所以4跟5他们两个人同时被抽中的几率就会是这个 乘上这个 好,那这个呢会不会比10分之1乘10分之1小呢? 好,1百分之1乘10分之1 好,这个会比较小 你当然可以用算的 因为你可以说这个 这个东西799分之79 当然是小于790分之79 你可以用算的 这个比较小就比较大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对的 但是我建议呢你可以从直观的观点来想 直观的观点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会比十分之一小呢 就是你把它想成现在在抽签嘛 可是有人已经抽中一个签 你就觉得原本的中奖几率是十分之一 可是现在有人把奖品抽走一个了 你就觉得你的中奖几率 现在已经不如十分之一了 所以直观的观点就是说 有人抽到签 这个人如果抽他抽到 你觉得中奖几率就降低 如果这个人抽了他没抽到呢 其实你会觉得你的中奖几率提升 对那因为现在是第一个人抽中了 所以第二个人要抽的时候 他中奖几率就会降低 这是直观的看法 今天去培养这种直观看法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就是这题里面 就是看一个人的时候都很简单 就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看两个人的时候就是要连成 这四件观点里面很重要的概念 抽查跟丢材质最大不同就是 分母会变 那这只要抓到之后就很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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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